文副國中 都不好 一個不少 大家好 我是文副國中校長林基林 我今天代表文副國中 介紹我們今天的成員 發表的成員是 國文領域 錢婉威老師 英文領域 張新蘭老師 還有數學領域 庚宇老師 還有我們的 文化領域 施藥主任 好 文副國中是104年設校 今年是滿四年了 那在這四年當中 我們做了分組合作學習 首先在第一年 因為學校面臨一個少子化的危機 當時的創業非常辛苦 由不同的老師從操兒戒聘移進來我們的學校 所以當時為了凝聚共識 所以我們辦了這樣的一個方案 在這個方案裡面希望尋求一些契機 第二年呢 因為少子化 學生人數減少 所以學區裡面的競爭非常激烈 我們又希望透過這個方案 能夠幫助老師 凝聚共識一起來轉化能量 那前兩年因為有這樣的績效 到第三年呢 我們全部的老師補齊之後 有點拓展到線到面 本來一個領域 兩個領域的投入 現在變成四個領域 五個領域的加入 所以我們持續生根 那到1071跟108 107、108這兩年呢 我們希望透過分組合作學習 讓孩子繼續一個不少 讓我們的學習成效一個不少 讓老師參與團隊一個不少 也希望我們的學習力提升 在社區裡面也一個不少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共行一個不少 那今天的分享呢 我們會從文心學府 持續做的國際交流的方案來談起 然後文藥學府 我們今天有深化了一些閱讀 希望在閱讀領域裡面 幫助孩子提升他的語文的素養 文藝學府通過跨領域的結盟 美感教育的融入 能夠讓孩子在這樣的一個美學上面更多的提升 文藝學府是透過實踐探究 在樹齡方面能夠帶動孩子 在這個領域上面的有很大的一個發展 那以下就是我們四個老師的分享 大家好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分組合作團隊運作方式 期間我們會從領域的領域時間 開始共備跟增能 接下來會進行到跨領域 然後我們會運用配課策略 同班教學 接下來我們把成果展示在學校裡面 讓大家來觀賞 例如PBL的畢業展 最後我們把所有的學習檔案上傳到雲端 讓校內外的教育同仁都可以進來交流跟分享 另外我們每學年在開學初 會針對這學年學校要發展的重大的議題 以及走向進行世界咖啡館 學校所有的同仁都會一起進行來討論分享 最後我們在一起凝聚可以實施的一些策略 然後我們所參與的領域也是逐年變多 從104學年度是語文還有英文領域 接下來105學年度資訊跟綜合領域融入 到了107學年度樹林領域也都融入了 到了108學年度我們還有跨領域的課程 星空11校本素養課程也都加進來了 除了任何老師有進行分組合作學習之外 我們學校很多導師也都有用分組合作學習 來進行班級經營 我們發現任何老師跟導師統一協定之下 都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可以延伸學生的學習效益 此外我們108學期的跨領域的星空11的課程 我們是以閱讀文本為根 接下來延伸到數學 然後進而在英文深化 讓學生們可以創作出圖文閉茂的繪本創作 另外我們參與的成員也是逐年增加 請看綠色的線 綠色的線是參與的班級 從原本的2成7到現在已經是8成3了 然後我們參與的老師到現在也有7成4 可以說是整個學校也都動了起來 此外我們也跟我們的鄰居文府國小成立夥伴學校 這兩張照片就是我們分別到對方的學校去進行觀課 議課以及討論的照片 最後新南主任也跟台東借達國小的夥伴們 在聯繫的時候交換意見 以及參加分組合作學習的國際記者會 接下來我們就請新南主任來介紹文心學服 跟吳文悅學服 文府共好一個不少 老師真能一個不少 學生的學習更是一個都不能少 所以我們有明確的各年級旅遊的目的地 從7年級的適應與培養 8年級的實用與展能 9年級的學習力深化 以班級經營的合作實踐來為例 我們的英文科老師跟導師國文老師 設計了英文會本說書輪 透過閱讀輪的概念 群序漸進7個內涵 甚至在涵架整理成閱讀雜記 網文老師一年級 每個班都有閱讀課 除了國文課以外 他在閱讀課裡頭 進行主間的觀摩 主定的討論 透過孩子彼此的接納與修正 豐富的文本素材 也讓孩子知道自我起發的重要性 這4年來 文府國中從創校 一直都是分組合作學習生根的 重要的一個理念推展 非常感恩有這樣的專案 所以我們整個語言領域的老師們 在這一塊紮實的進階 初階研習之下 都會透過這4個概念去運作 由學生的一直分組 選擇適合的合作學習策略 比如STAD 共同學習法 配對法 主類競爭 主類的合作 跟主間的競爭 然後結合上課的學科素材 然後再做小組的多元評量與獎勵 比賽特別的是 我們因為感受到分組可能會不成功 所以我們在前兩年有開發一個 叫做心情打卡單 我們會在先擔任班級的過程中 讓每一個孩子做這個問卷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希望跟誰同組 但是我會交代說 不見得你就會跟他同組 但是這個心情打卡單非常重要的是 以前他們的老師分組 都是以學業成就的能力 沒有關注到孩子跟誰好跟誰不好的時候 每次的分組就失敗率很大 那這兩年我們在這個心情打卡單之下 我們觀察到老師推行的小組的成員過程中 成功率大大提升 在整個四年的專案裡頭 我們把所有的課程融合編成108的校門課程 青春旅行 那這裡頭包含四個重要項目 感官之旅 記憶流傳 旅辦同行跟辦首領 感官之旅我們不再是 強硬背誦本上的重點知識 如果文課會運用儀絕的技巧 然後孩子談論文學意象中 課文裡頭的烏雲 很像灰色的棉花糖 閃電很像跳跳糖 然後再把這樣的學習單交給家政老師 真的在教政課做始作 然後在記憶流傳部分 我們已經非常完整的國際學習護照 跟閱讀護照 讓我們的學習不再是短暫無法遷移 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個 學生檔案歷程的紀錄 在辦首領的部分 108課綱也很強調 生活科技 手作 STEAM這些概念 所以不再是抄寫練習 枯燥乏味 缺乏動機 我們甚至在三年級會考後 會將學科延伸生活 第一屆我們做了留給文府的 怎樣禮物 旅班同行裡頭 不再是課本所學 與真實世界有落差 非常強調 強調孩子的等級互動 透過PBL的專案師學習法的合作學習策略 一年級全年級都有國際卡片交換 二年級全年級都有太皮熊交換 讓孩子建立了完整的全球夥伴關係 以上是有關文心學府跟文藥學府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的文理學府跟文藝學府 數學領域的教學模式 在我們的教學策略方面 課前的部分 我們採用了像是台式大數學好好玩 等電機模組 那課中的部分的話 我們採用了像是4號要教授 所提供的身份計畫學習單 以及像蔡清彤老師 數學一點也不無聊的數學遊戲 那我們的診斷部分 我們的命題是採用了 學習拯救評量標準化的命題 以及教育部 學習補助科技化評量系統 來作用我們的課中 即使以及扣後的補救 那我們的延伸的數學方面 我們的彈性課程 加入了像是科普閱讀 數學史 數學的桌遊 摺子以及魔術 還有美感的教育 來幫學生做加深和加廣 那也透過我們的專業社群 作為教學的反思 以及教師的經濟策略 那我們的專業社群方面 像我們有請到了像是 肯聚老師 他是分組合作學習的亮點教師 以及輔導團的老師 來帶領我們像是摺子 那另外像是數學魔術桌遊 以及資訊還有配方提升等 做用我們教師的真能 那我們的分組合作採用的是SDAD的模式 那我們學生透過了分組的討論 以及不同的策略 以及具體物的操作 讓他們的學習更加的有感 那透過和學生的物談 我們可以知道 學生他不管是教人家的 或者是被教的 他們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那再來是我們的自然觀察和理化實驗的部分 那透過我們的義職分組 教師給予他們小隊以及個人的任務以後 那再進行實驗的操作和觀察 最後完成他們小隊的報告 那教師在做歸納和總結 達到我們團體探究和多元評量的目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小隊他們完成了他們的報告以後 那不同的小隊他們可能有不同的 觀察到的重點和細節可能就不同 那在用他們的分組以及教師的歸納以後 得到最後的結論 那由學生分享的感動 我們可以看到 透過了組間的競賽以及組內的合作 那他們不僅學得到了課本的知識 也學到了不一樣的觀念 還有產品的熱度 還有學習的成就感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分組合作 可以得到我們自發互動以共和的目的 那再來是我們協同教學的部分 我們針對今年國一入學的新生 我們設計了這個跨運的培改課程 那在逐假期間 我們有五本老師進行的跨運共配 以及協同教學 那我們選定了幾米西空這一本書 像有博文老師帶領著做文本閱讀 伊溫老師帶領著國際教育 數學老師像是五盲星的黃金比例 紙規作圖以及角度問題、語化問題等 那再來是美術老師帶領著小數的製作 以及五盲星和六盲星的簡直 那再來是童軍老師帶領著心想盤的操作 以及團康活動 那像童軍所強調的小隊制度、榮譽制度和徽章制度 跟我們分組合作的理念也都是相契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課程的影片 那我們在暑假期間 有多位老師或是正式老師 我們進行了課程的共配 那課後也進行了一課的部分 那一開始是由這個仲廷老師做這個課程的導 那我們選定基米星空這本書 是因為他討論了國中生這場之路 祝導的親情以及有趣的問題 他只要是一個程度 我沒有聽說很難的 其實是個完美的 雙方生 這部分的解決 天下午文是一喵 所以他也是一定要第二次嗎 對外威也有些人 會不會有些人 這個新駛的術然後他們覺得很肯定 就是很冷靠 大家也有去幫她 精彼 別幫人感覺正好 所以你覺得有自主喔 好 那再來就王威老師將論盤做更深度的分析體結構 帶領著學生發表 來他說呢 你看我們在這頁老師其實當時在讀書 讀的時候在這頁我覺得問題 或是詩問 他以前的房間是有什麼東西 左籃帽,有哪些籃帽 各式各樣的 有沒有 來看這個口紅 那個口紅歌主席 在那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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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那再來英文老師帶領著英文樂舞技教育 那他們也帶領著一個學生做英文歌曲 STERRY STERRY帶領交唱 那現在主任帶領著小組長 先做繪本,做繪機創作 再由小組長回去教導他們的主演 好,那接著 請現在 梁西醫在斷幫我換進 好 西醫在斷 好,那邊,再當中翻進 好了 再被當中翻進 高的也把它拋下來 那最後,美術老師帶領他們完成他們的手會小書 那這邊也有我們盲心的一刀鏡子 這本書裡是個智商的一刀鏡子 好,這本書裡是個智商的故事 這個處理是和紙上通過中期 這組合SDGs上17項目標的 愛護護科的水中指揮科目 故事主要都是在告訴我們 有什麼海洋污染的可怕 讓我們知道海洋對我們的社會有多重要 除此之外 血色安全證都會需要我們來完成 但是我們透過翻譯適合的內容 來讓我們對我們更新鮮 最後能讓整個都市接軟完成 進行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大家的團結與模型 好 那影片的最後是我們二年級學生 所進行的國際教育 國際專案TBL的課程 他們和阿根廷以及美國的學生 經由國際的故事揭露完成了他們這一本 這個故事文本的繪本 那他這邊的話他是講述這個海洋還有環保的內容 好 那我們的跨越北海課程是一個三年期的計畫 那108上學期我們進行了這個星空的古夢 那下學期的話有星空的萬花筒 那星空萬花筒這部分的話就被加入了自然的課程 比如說像美容一律燈的光復還有波林的折射燈 那109學年度的話有星空景影展以及星空漢花筒展 那這邊會加入了社會和農民領域 那最後是我們的星空夜術館 那學生會夜術是我們的星空圖書館 做三年的課程的回覆和檢視 以及我們還向他們的時空敲買 那再來是教學實踐的部分 教學實踐 接下來由我為各位介紹分組合作在我們學校學習成效的部分 首先在學生成長的部分 由於同才間的互動幫忙 大大的降低學生學習的焦慮與困難 更提升了學生的自信心 更勇於表達自己 另外由於國際專案課程的進行 讓學生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訓練的更加紮實 也讓他們可以跟國際夥伴自然的交流 那老師的部分 因為跨語役課程的進行 不斷的備課、觀課、異課的過程中 讓老師的專業更加成長 教學的方法更加的多元化 接著我們來看學生學習 在會考成績上學習的表現 一開始我們是以語言科目為 發想 所以第一屆的學生在語言科目上 表現是優異了 接著第二屆的學生 因為自然科、數學科等等 科目的加入 我們在各個領域上的表現 都優於全國的平均 那經熟的學生的平均比例高於全國 那代加強的部分 更是原低於全國 這是學生在學業上的表現 對外表現的對外比賽方面 也一年比一年的優異 不論在科展或PBL的專案發表上 都有獲得優異的成績 那學生表現好 老師的表現也不遑多了 全國老師因為閱讀課程的關係 今年更獲得高中是閱讀新傳典範教師的疏漏 另外我們的新南主任也獲邀至泰國參加美感教育的參訪 讓我們更將分組合作學習的影響 推廣至我們臨近的國想 倫普國想 連續兩年跟他們做分組合作的專案 進一步更將這個影響 推廣至家長群眾 與家長進行親思共讀會 共讀共樂 最後我們即將要面對的是108新科單的挑戰 除了已經已有的製編教材閱讀護照 跟國軍學習護照之外 我們希望能夠積極的研發不同面向 素養導向的製編教材 而課程方面希望透過青春旅行的校本課程 以及新公益役的跨領域課程 在教室團隊的合作下 能帶給同學更豐富的學習內容